2023年就快要过完了 我们年末说说人民币吧 今年的人民币的贵率相对来说是比较引人关注的 一来是美帝加息的影响 二来是源自于大家对股市的关注 人民币贬值的时候 有的人喊出了破八破十的口号 更有胆肥的壮士在7.3的贵率上买入了美元 现在估计肠子都会轻楼 现在人民币强劲升值 也有人说人民币马上就要破七 明年年底能破六 反正我感觉现在极化的现象比较严重 咱们今天就联系一下国内的经济情况 来分析一下人民币的走势 过去的一年人民币的表现还算是比较坚挺的 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国的资本管制 次要的原因是中国的经济表现 相对于其他的大国里面还是说的过去的 甚至是相当不错的 如果说没有资本管制 人民币早就崩了 别说破八破十了破十五都有可能 国内的有钱人想跑的可不是一个两个 那多了去了 如果敢没有资本管制 就单说把他们的房产换成外汇跑路 那中国就绝对扛不住 轻松击破人民币不说 房产的价格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资本管制它不仅保护的是人民币 也支撑着中国的楼市 还有其他的资产的价格 不至于说崩的那么惨烈 所以说我们这些小老百姓 对什么有看法都可以 唯独对资本管制 千万别有什么意见 中国的资本管制收益最多的 其实就是我们小老百姓啊 有钱人对此那都是恨得咬牙切齿的 这也不能怪有钱人 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嘛 这是本能 有钱人向往的那些国家呀 那有钱真的是可以为所欲为的 但是在中国呢 你再有钱一张A4值就能灭了它 所以呢 他们想跑很正常啊 但是他们跑了 跑的是利润和资产留给国内的呢 是债务嘛 顺带的还会导致国内资产价格的崩盘 和汇率的崩盘 这些后果最终的受害者 都是我们小老百姓啊 因为我们跑不了嘛 这就说多了啊 主要还是强调一点 我们大多数啊 中国大陆的中产以下的普通人 要了解中国资本管制的性质 他最终保护的还是大多数的穷人 不要别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啊 这是资本管制对于人民币汇率的作用 但是呢 人民币本身的价值逻辑还是坚挺的 它也不是全靠着资产管制来保护的 因为你在资产保护 也有一个黑市价呀 这个黑市价 才是最真实的价格表现 它可打了不少人的脸啊 在人民币表现最弱的时候啊 比如说一美元对7.35人民币的时候 有很多人就喊出了 破八破十的口号 但是如果你真的拿了一美元 找他换八块钱人民币的时候 他可不给你换啊 真让他一换八 他也不敢 他也不傻 从始至终呢 人民币黑市的价格与官方汇率的差别都很小 连10%都没有 您如果不相信可以试一试啊 比如说现在的官方汇率是7.1 您拿了一美元 想换7.7人民币 您看看 能不能找到一个傻子给您换 如果说您真找到了这样的傻子呀 麻烦您跟我说一声啊 我也想换一点 从黑市价呢 就可以看出来 人民币它是有价值支撑的 它不像有些国家货币啊 官方汇率和黑市价能差出一倍多去 也就是说吧 人民币本身是值这么多钱的啊 就像新闻发言人常用的那种表述 人民币没有贬值基础 但是我们还必须要承认一点啊 这是在资本管制的基础上 人民币才有的价值支撑 如果说没有资本管制 那再有价值的东西 你也是经不起抛售的 在美元整个加息的通道之中啊 大型经济体的货币里面 只有人民币是降息的 日元都维持不动 其他所有的货币啊 都是加息 相比之下唯一降息的人民币 并不是贬值最多的啊 最少它比日元坚挺吧 现在美元只是停止了加息 各种货币就硬起来了 人民币也硬了不少 明年的美国进入降息通道 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啊 就唱多人民币的声音又多了起来 甚至呢有人预测啊 明年年底人民币破六 一美元只能兑换五块多人民币了 真的是这样吗 我对此呢是保持谨慎的态度 我的看法是 明年人民币升值啊 这是正常的 但是不会升得太多 甚至呢 短期反向贬值也有可能 我觉得吧 我们看人民币的走势啊 你可不能只盯着加息降息来看 这不是最主要的驱动因素 人民币这玩意儿啊 归根结底是为了中国的经济服务的 只要说中国的经济需要 让他升他就得升 让他扁他就得扁 这才是最根本的 我们看明年的人民币走势啊 应该盯着中国明年的经济表现 到底允不允许 人民币大幅升值 现在我们国内最迫切的任务是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啊 就是想要驱动消费复苏 现在的经济形势啊 有步入通缩的风险 我们看周围啊 几乎所有的东西 好像他都在降价啊 不管是大件小件 大到房子汽车 小到菜市场 生活必需品 基本上都在降价 那这种趋势走下去 就很危险了呀 有人可能不理解啊 说东西降价了 有什么不好吗 当然好 但是当你的收入 也同时下降的时候 那就不好了 您不觉得 现在挣钱越来越难了吗 那大家都不消费了 您上哪挣钱去啊 所以呢 现在从上到下的思路 都是要引导物价呀 有序的上涨一点 物价上涨 实际上 它是刺激消费的 还有其他更明显的信号嘛 比如说存款的利息一直在降 它就不想让你去存钱啊 而且呢 现在你去申请个贷款 很容易就批了 额度还挺大 目的呢 都是想让人们呢 把钱花出去啊 你投资也好 消费也好 让钱呢 到社会上流通去 又有人可能要问啊 那你说这些 跟明年的人民币汇率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啊 我直接说答案啊 如果明年人民币升值幅度较大的话 国内的物价呀 很可能它就涨不起来 会加大国内通缩的风险 本国的货币贬值或大 会导致输入性的通胀嘛 国内的物价会涨 如果本国的货币升值 那就会导致输入性的通缩 国内的物价会降低 这是个最基本的常识了 而明年呢 高层希望看到的是 国内的物价能够温和有序的上涨 如果说人民币升值太多的话 那我们进口的能源呢 粮食啊 矿产的价格就更低了 数量就更多了 那国内的物价还涨个毛啊 压力太大 它涨不起来 有人可能呢 又要说了 那人民币印钱不就得了吗 明年多印一点 您以为印的少吗 人民币印钱印的 那比美国和欧洲加起来都要多 可是你印的再多有啥用啊 有用的话 今年的物价呀 早就不是现在这个样了 所以呢 我觉得吧 看明年的人民币有多大的表现 我们不妨啊 从国内的物价来做个参考 如果说明年的物价呀 涨幅有起色 那么人民币的升值幅度 还是能够有所期待的 如果说明年国内的物价 还是起不来 那么我是不看好 人民币的升值幅度的 别说升了 甚至反向贬值都有可能 最后咱们说点闲话吧 从国内的物价来看人民币的表现 这个角度呢 您可能听的比较少 我呢 也不保证我预测的正确性 因为大多数人呢 它都是从中美利差这些角度来分析的 当然呢 这肯定是对的 只不过我觉得考虑一下中国的国情呢 还是很有必要的 中国是个另类 你一味的用国际通行的惯例 去套中国的话 往往会适得其反的 中国有很多事啊 往往是客观规律 它解释不了的 比如说彩票中奖2.2亿 你用客观规律 你肯定解释不了 中国人呢 他都是实用主义者呀 哪个神管用 我就拜哪个神 我拜观音菩萨发鸡蛋 那耶稣你就靠边站 分析中国的各种问题 首先你得站在国内的角度 看看我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然后呢 顺着目的去反推过程 这个方法 我不能说是科学和正确的啊 但是至少呢 我们应该有这种思维 因为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外国人看不懂 不理解 这很正常啊 但是你说你一个中国人看不懂 那就说不过去了